你知道韩国的才华私底下有多疯狂吗 今天一步悬疑复仇爽居法治地 带你见识一下 这次女主不再是什么傻白甜小娇妻 而是手撕绿茶婊吊打渣男老公 一心只想搞事业的才华长公主 女人名叫福子 有一个深爱自己的老公 夫妻俩十分分爱 老公靠着福子家的背景 不仅成为了著名的大学教授 更是成为了下届总统的热门候选人 可按照正常的剧情 这样的老公绝对不简单 独子的老公是个时间管理大师 加上一点堂堂的外表 让很多学生都很喜欢这位老师的客人 然而到了晚上 她还要单独给自己最优秀的女学生补课 女孩名叫小美 从一开始她的目的就不单纯 上课时从来不问老师问 而是专门在四下无人的小书里 单独请教老师 这好学得太远 让老师也是不好意思拒绝 两人这一来二去的 小美自然成为了教授这里最特别的学生 此时的教授全然忘了 自己之所以有现在的成就 全都是因为倒叉门进了女主家 女主福子家是韩国底级采法 昨天的政伤大了 父亲也是韩国最大律师事务所的总裁 母亲是韩国第一法学院的院长 可以说这一家子在韩国就是皇帝班的组 作为长公主的福子 可以说完全就是躺平存在 但这一家子都是遗传的事业 女主福子也不例外 就算不靠家里的关系 也能靠着自己强硬的手腕坐上了她 国检察院总长的职位 在她的心里藏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而在上任的第一天 福子就干了一件震惊家族的大事 直接对外宣布她要大意面亲 调查自己亲妹妹婆家的集团 周青集团 休息一出 民众全都对福子这种大功 无似的精神所感染 然而作为当事人的妹妹 需要疯了 亲姐姐完全不顾情分 竟然要拿她的婆家开刀 看到姐姐跳儿郎当的样子 妹妹就要跟母亲告状 不料此时的母亲自身都难保 因为几年前 老爷子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 给她的母亲当后妈 后妈是个狠角色 母亲每天都要管这个小子 几十岁的女人 叫妈妈身在才华 家族注定就要接受所有的身不由己 此刻的后妈 把老爷子哄得那叫一个哈哈大笑 看到这里 所有人肯定以为 后妈才是家族最大的男家 然而不曾想 隔天一早就传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女主福子 一夜之间竟然也成为了热门总统的候选人 而原因就是因为她大工无私 调查亲妹夫集团的举动 深得人心 昨天还是恩爱夫妻的二年 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总统候选人的竞争关系 而这一切又是否都在福子的计划之中呢 而福子却不知 一旦这么做 他将要动了隐藏在背后的那些秘密 大佬的利益 而第一个大佬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作为上门女婿的父亲 其实背地里早就跟周星集团互相勾结 谋求利益此刻周星集团的高层 与福子的父亲坐在了一起 直接表示中国有据古话自古以外 能够威胁王的最大敌人 就是他们的子女 所以就必须要在威胁成长起来之前 将这个火苗提前熄灭 此刻毫不知情的福子还正在跟老公撒娇 向老公展示为明天的演讲 特意准备的价值部分的衣服 可不曾想老公一看这件衣服直接就下闪了 连忙劝妻子别穿这件不好看 而福子却不知 身为教授的老公就在不久前 竟然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送给了班上考试第一的学生当作奖励 而糟糕的是 学生小美也将会去福子明天的演讲现场 这次演讲 是福子成为总统候选人后 第一次公开亮相 如此大放得体毫不掩饰的举动 一下子就把小记者都给迷住了 而接下来尴尬的事情就开始了 福子刚一走上台 就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的存在 一个小女孩 竟然跟她穿了一模一样的衣服 要知道两个人的身份可是天壤之别 但事已至此 福子不动声色地直接解开了扣子 用幽默的语言瞬间就化解了尴尬 然而盯着眼前这个高高在上的女人 小美竟然挑衅般地站了起来 主动向福子提出了各种问题 而这也是两个女人第一次正式的交锋 当演讲一结束 小美就闯进了教授的办公室 直接将衣服脱下来 狠狠地扔在了地上 小美认为这就是教授在故意地羞辱她 然而殊不知 这一幕全都被福子的母亲救出了 赵母娘坚实在了眼里 注视着小美的背影 赵母娘的眼神中露出了异样的神情 注意看这个 前夫竟然一巴掌甩在了前妻的顶上 但离奇的是 被甩的前妻没有任何的反抗 小助理站在外面都要心疼地哭了 可不曾想 语言却说这一切其实都是她故意的 就在刚才 福子从新闻中看到 前夫竟然带人闯进了她父亲的办公室 并且对外宣布又调查福子所在的家族 福子立马就意识到了不对 这很有可能是冲着她来的 然而福子做梦都不会想到 其实这一切都是她的亲生父亲 一手谋划的 才华的家族里没有亲情 只有利益 蒙在鼓里的福子 还正在跟父亲通话 外公竟突然闯了进来 因为外公 从来就没有看上过这个上门女婿 实觉上就感觉这种领忙入室的事情 很有可能就是她这个女婿能干出来的事 挂断电话后 福子于是立马就找上了同为检察官的前夫 福子故意言语刺激 激怒前夫 因为只有失去理智的人 才会容易暴露出漏洞 福子表示要提前知道 前夫从父亲那里具体找到了哪些把笔 他就能针对性地制作出应对的计划 然而福子却不知自己父亲的很大 由他父亲组成的这张大碗 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福子 继续调查亲妹夫家族的周星集团 而大王里面 赫然还包括了福子的顶头上司 这些高层全都是与中星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 于是父亲提出用自己作案 再让检察长查封他的办公室 而他则会在自己的电脑里 留下自己女婿曾经的把柄 而等时机一到 自然就可以借此威胁到自己的女儿 然而他还是低估了他的闺女 就在这个阶谷里 福子竟然主动提出邀约自己的老公 去他们初次相遇的小餐馆吃饭 但要知道 他俩现在可是当下最热门的两位总统候选 此时竟然同时来到了一个小餐馆吃饭 瞬间就引起了所有人的围观 这夫妻二人恩爱和谐亲民的形象 隔天一早就上了各大新闻投票 一下子就把调查女主家族的事情给盖了过去 然而福子却不知他们夫妻这恩爱的形象 却让一个女孩露出了异样的神情 正是福子老公班级里的学生小美 而来自小美的反击马上就来了 这天福子的电脑进了闭门 而作为电脑高手的小美 主动提出要过去帮忙修理 可等小美进来的瞬间 福子就意识到了不对 因为这个女孩的头上戴的那个发卡 是他们家族独有的发卡 非常昂贵 福子不动声色地留下了女孩修理电脑 然后再通知老公过来接她 于是下一秒老公进来的瞬间 画面直接就定格了 三个人各怀鬼胎 而就在此时 胆大包天的小美竟然挑衅般地提出 要不大家一起出去喝一杯 教授站在那里直接就懵了 但福子却笑了 当年纵横于各种高官打柜间的妻子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瞬间就看穿了一切 于是直接就带着小美 去了当地最顶级的酒店 刚一入座就叫来了服务员 可小美坐在一旁仿佛是听错了 这便是才华的事件吧 而后小美也不甘示弱地 也点了一瓶贼贵的香槟 可就在这时福子突然化妆 有话地表示 从来都只有她去调查别人 没想过最近还有人敢主动来招惹她 福子轻轻地握住了丈夫的手 感激多亏有丈夫一路不离不弃的陪伴 随后十分甜蜜地 就让丈夫去酒店订个房间 表示今天晚上他们就住着 然而老公刚一离开 房间里就只剩下二人 福子不再有任何的伪装 十分平静地通知小美轻对 说她是你四次骂人才 小美诧异地看着福子 为何会如此地平静 然而福子却只对小美说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她家是财阀 也就在这时门开了 服务员推着酒走了进来 可福子压根就没有想过 要自降身份陪她吃饭 该说的都说完了 福子直接起身就走 只剩下蒙圈中的小美坐在原地 就在此时 小美询问服务员今天点的这些一共多少钱 仅此一事 教授连夜要求学生以后多离自己原地 然而不曾想教授却发现从隔天开始 小美就像没事人似的 还跟自己的妻子江白玩在了一起 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福子事后主动约会自己的丈夫 大方地表达着对丈夫的爱意 然而就在此时 我妈儿子跟同学竟然也来到了这家餐厅 然而糟糕的是同行的还有小美 小美人处无害地表示 是江白非要请来 提议现在要不 大家就一起坐下来吃吧 说着说着 就十分自然地挽在了江白的胳膊上 看着这一幕 福子出现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可等所有人都落着后 高能的事情发生了 小美跟儿子在那有说有笑 然后扑然福子望向了桌地 小美竟然在用脚故意触碰她的腿 然后更是做出了可爱的表情 赤裸裸地向她发起了表情 既然斗不过女主 那就拿下她的儿子 然而女孩还不知她惹错了人 福子作为财华家族的长公主 儿子就是她唯一的弱点 而小美很快就会为此付出写的代价 福子决定让儿子江白紧快完婚 而她选的儿媳正是自己的上司 检查总长的千金 也是江白的青梅竹马 然而一家人没有一个问过江白的想法 因为在才华的世界里 豪门之间的联姻就是默认的选择 于是在周日的晚上 一场盛大的家宴早早准备堵了 一家老小站成了一排 来隆重地欢迎家族未来的儿媳 房门缓缓地打开 然而突然扑子的母亲父亲女儿 老公所有人的笑容瞬间消失 因为映入眼帘的竟然是小美 缓缓地走了进来 儿子看着惊呆的众人开口 最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应该是热闹的家宴此刻是一片寂静 爆发边缘的福子率先站了起来 直接邀请小美跟他一起敬酒叫脸 挑一瓶红酒 看着满屋子名贵的红酒 小美还在那嬉皮笑脸 但不曾想福子直接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他的儿子没有人可以伤害 但万万没有想到 小美直接表示 他是一定要和江白结婚 因为他也要过上这种才华的生活 一旁的福子听得都要气笑 谈言根本不可能 可不料小美下一秒 直接把桌子上的红酒摔在了地上 福子不敢置信这个女孩的胆子 竟敢这么大 等福子再次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人了 福子平静地告诉儿子 小美已经被他送走了 然而不曾想 一向听话的儿子却突然爆发了 儿子表示 从小到大没有人问过他到底喜欢什么 而他更根本就不想继承家业学法 他的梦想是当一个诗人 画面一转 此刻的江白贴心的安慰让小美放心 表示他的母亲最后一定会堵信 原来当年福子带着年幼的她 也是完全不顾母亲的反对 以此相逼执意嫁给了现在的季夫 一时仿佛在重演 不死的小美刚刚挑衅完男友的妈妈 竟然又开始上门挑衅男友的爷爷 哪怕是母亲强烈反对 但儿子就认中了小美 可万万没有想到 还没等福子对小美动手 小美心一轮的挑衅就又来了 凌晨十二点儿子还没有回家 母亲是越等越着急 于是便给儿子拨去了电话 可万万没有想到 电话的另一头 小美的声音竟然传了出来 小美说完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了 这下福子瞬间就炸了 冲进房间就找到了丈夫 因为小美是丈夫最优秀的学生 福子要求丈夫现在立刻马上打给小美 随后就一把抢走了电话 可不曾想电话的另一头 小美却见兮兮地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又给挂断了 如此已经忍无可忍 可殊不知 小美惹的可不光是江白的母亲 还有江白的爷爷 福子的父亲突然发现 是越看这个小美 越觉得让人讨厌 不曾想这一调查傻眼了 果然小美隐藏着秘密 秘密原来 当年福子的父亲利用自己的权利 按相操作盗取了小美的父亲 一辈子研究出来的专利 最终小美的父亲受不了打击 选择了自杀 而这小美从一开始想要接近他们家族 就是带着墓地的 此刻小美不自一人赴约 来到了福子家族所在的大厦 刚进电梯就遇见了福子的妹妹 这才华妹妹一向嚣张把握 可不曾想去遇见了愣头亲小美 才华妹妹直接傻隐 而后更震惊地发现 这小美竟然掌握着她老公吸毒的黑量 小美没有丝毫地退缩 因为她的手里藏了一个必胜的底牌 辞职的办公室里 老头子写下了一张巨额的支票 命令小美从此忘了她父亲的事情 不料小美却微微一笑 缓缓地从包里掏出了她的底牌 看着这些照片老头子懵我 因为上面竟然全是老头子 勾结各种高层的证据 小美表示她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要让眼前的集团董事长 公开向她的父亲道歉 向她道歉 否则这些照片 就会登上明天的各大头条新闻 果然隔天一走新闻就出来 法学院的狐狸出现了一句 女学生的尸体 正是小美上着课 突然所有人的手机里收到了一张照片 教授只看一眼就直接吓傻了 所有人都在放大照片 纷纷猜测 照片里的女孩背后的那个男人 到底是谁 因为照片上的 正是昨日在湖中被发现的教授的血上 小美 而接下来高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教授在办公桌上 突然看到了一封可疑的信件 教授缓缓地就要打开 与此同时 警察也潜到了湖底去寻找证据 就在信封展开的瞬间 教授的手都在颤抖 因为上面写的竟然是 去告诉初娃 而在湖底探寻的警察 此刻也突然被吓傻了 因为她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水下密密麻麻的 全是被杀的猫和狗 而接下来 小美的死马上就会让你明白 韩国的才华究竟有多么的复杂可怕 不到半天 所有的新闻铺天盖地 全都暗指杀害高校大学生小美的凶手 就是韩国顶级才华家族的长孙 热门总统候选人 福祉的儿子江白 网上更是扒出 照片上出现的那个男人 就是小美的男朋友江白 这一刻 杀伐果掘的福祉第一次感到了紧张 因为之前还要拼命娶小美的儿子 如今面对小美的死亡 表现的确实异常的平静 警察很快就调取了学校的监控 不料却被告知监控三天前突然坏了 而身为学校的怨产 也就是江白的外婆 更是突然更换了学校里所有的电脑 而轮到江白的外公这边 则是正在试探自己的手下 不料手下却认为 杀害小美的就是眼前的外公 因为只有他俩知道 小美昨天拿着他们的黑料过来要挟 然后当天夜里就被杀了 本来小美当天晚上多约好了记者 就要曝光手中的黑料 可记者最终等来的 只有扑通一声落水的声音 但不曾想 此刻记者却偷偷单独找到了福祉 因为记者怀疑福祉就是凶手 原来当天晚上他撞见了福祉 着装打扮偷偷去了学校 不料福祉却失口否认转身就走 但让福祉不曾料到的是 民众在这个时候突然爆发了 全都认为是才华家族包庇自己的孩子 集体向福祉施压 福祉意识到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 正在背后推波住来 因为突然就冒出来了一大堆主播 全都分析凶手就是财发的长孙江白 更是由主播直接找到了学校 去骚扰江白 江白一期之下直接给了一传 这下好了 向来最容易被带节奏的网友 彻底的愤怒了 但殊不知 这一切的背后 都有着福祉的父亲和妹妹的影子 因为福祉想要竞选总统 最大的底牌就是大义 历清调查清媚福家族所在的周星集团 而他的父亲 其实一直都在秘密跟周星集团 暗中勾结 为了稳固自己的利益和位置 父亲就只能对自己的女儿和孙子下手 但很快事情就出现了传击 警方在学校里抓捕了一个变态男 这个学生证 是杀死那些猫猫狗狗的凶手 更重要的是 变态男之前就有跟踪小美的前科 这下外婆马上开始运作 直接找到高层 委婉地表示自己一不小心 存下了50亿的奖学金 请求高层帮忙运装 而作为交换 就是要坐实变态男 是杀人凶手的身份 本以为一切尘埃落定 不曾想就在这时 福祉的老公罗教授却突然出手 要为变态男辩护 直接救出了变态男 男生走出警局的瞬间就开始表演 他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电台男被抓后就立马找到了罗教授 直接威胁教授帮他辩论 因为在教授的震惊中 他说出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他亲眼看到小美死的那天晚上 教授突然跑来办公室 并与小美发生了冲突 画面一转 同样是小美死的那天 他们俩本该是别人眼中恩爱的情侣 无料画面中江白却卑微地恳求小美赶紧收手 家里人都认为一定是因为小美的死 让江白受到了打击 于是家里人决定要尽快安排 让江白和警察长的女儿联姻 从而就能把江白从小美的案子中摘出去 作为当事人的江白 却把自己所在的房间里查犯不私 因为他已经决定要主动认罪 承认小美就是他傻的 不知为何 从始至终 江白的身上都总是缠绕着一种淡淡的悲伤 而接下来金就来了 曾祖母因为担心江白 于是就邀请了江白的同学小强 来家里帮忙劝劝 可不曾想听到小强的到来 江白竟然痛快地走出了屋子 美丽的花园里 曾祖母为两个孩子送去茶茶 然而就在此时 曾祖母定在了原地 因为他竟然看到了是这样的原地 阳光洒满了整个空间 小强用手轻轻地放在了江白的脸上 微风吹动淋衣 只留下了远处静静放在桌上的茶点 原来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江白就注意到了小强 而后自然而然地就经常一起讨论问题 而就在一次突然的情不知所以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被小美撞见了 但不曾想小美非但没有嘲笑和讥讽 还愿意主动帮助他们打眼破 而此时的花园里江北突然推开了小墙 然而殊不知这一切全都 被外婆看在了眼里 外婆整个人都瘫倒在了地上 因为他们的家绝对不允许这种异类的出现 老会长信的是基督教 而同性恋在基督教中 那就是最邪恶最可使的事情 此刻还不知情的老爷子突然召集家人 要尽快为曾孙准备婚事 就在女孩死亡的当晚 江白本来正在跟自己的心爱之人甜蜜 然而不曾想突然他就收到了一张照片 而上面的内容正是之前小美干的那些破事 此刻终于得知了真相的江白 愤怒地找上了小美 二人为此发生了冲突 于是隔天一早小美就被抛逝在了屋中 如今江白决定去警局自首认罪 不料季父却说 在江白的震惊中 季父突然说答 季父表示人是他杀的 他去自首 然而事情再次反转 江白瞪大了眼睛 告诉父亲你在撒谎 原来当天晚上 江白拿着照片去质问小美 就在两个人矛盾最激烈的时候 母亲突然跑了过来 江白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母亲一早就知道照片上的内容 而母亲就是为了保护他 所以才默默承受了一切 父子让儿子赶紧回家 剩下的事情他来处理 然而江白刚走到不远处 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刻的江白痛感极了 误以为是妈妈为了他 所以就杀死了小美 但不曾想就在此时 季父独自锁上了车门 将儿子关在了外面 原来季父已经决定要自己去认罪 结束这一切 此时的季父已经到警局自首 而江白则是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中 看见妈妈过来只关心自己根 本不顾父亲的死活 江白更加肯定了 自己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于是当着全家的面 终于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江白表示自己其实是同性恋 母亲当场就愣住了 而曾祖父则是愤怒地表示 与其是罪恶的同性恋 还不如是杀人犯了 而母亲在一旁深思了很久 而后就告诉家人 她会保全所有人的 果然隔天一早 新闻上没有任何 关于季父杀害小美的报道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流浪汉 杀死小美的真凶终于找到了 一个有吸毒史的老头突然自首 声称是她杀害的小美 更重要的是 她竟然拿出了小美死亡当晚杯的背包 各大媒体铺天盖地 直接定性杀害小美的真凶就是老头 此刻江白找到了母亲 痛苦不堪 因为在她的心里 母亲才是杀人凶手 为了保全所有人 就牺牲了一个无辜者 善良的江白跪在地上 她没有想到 在她心目中完美无瑕的母亲 为了保护她 已经变成了这样 于是江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既然自己的性取向 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那还不如让自己 以杀人犯的身份 结束这场闹剧 毕竟曾祖父对她说过 杀人犯都比同性恋要好 无料此刻的曾祖父 看到曾孙的第一句话 就是不许自杀 因为自杀也是一种罪恶 江白绝望地看着母亲 最后意味深长地暗示母亲 一定要改过自新 突然一道闪电划过世界 变成了黑暗 等一切回归光明时 江白已经失去了身影 至此 江白都认为 自己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而她到此都没有暴露出 她以为的母亲 是杀人凶手的命运 她要用自己的生命 替母亲赎罪 画面一转 一辆豪车之中 胡子父亲的手下男律师 将小美死前背的那个背包 交给了老头 夫妻一块吃药 妻子却偷偷把药给吐了出来 因为妻子今天要干一件大事 九十岁的老会长 生性多疑 于是妻子在早上 故意让九十岁的老伴 陪自己打羽毛球 等到了晚上 老会长的胳膊腿 都开始肌肉酸疼起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妻子十分自然地 就吃了两片药 说是用于缓解酸痛 改善睡眠的 果然老头就上钩了 放松了警惕的站稳 竟然主动要求 给她也来两片 但老头却不吃 妻子一个扭头 就把嘴里的药 吐了出去 午夜十分 趁着药效开始起作用 妻子就开始行动了 老爷子作用千亿资产 是顶级财阀的掌舵人 而他能够控制韩国 各大政商大佬的秘密 就是这些账本 可不曾想 老爷子最大的底牌 竟然被小自己 五十岁的血 偷走了梦想不到的事 这一切全都被 老爷子的女儿 监视在了眼里 然而女儿却放任了这一切 因为此刻的女儿 恨不得老头能早点灰溪 好为他的外孙陪葬 在外婆的心里 自己的外孙 就是因为这个无情 又恶毒的曾祖父 死得 面对江白的死亡 老头没有任何的愧疚 因为在他的心里 曾孙在家族里 就是软弱无能的一类 还敢喜欢男孩 简直是最大乐极 如今又选择了自杀 在基督教中 曾孙不可饶恕 只能下地狱 老头子一边按摩 一边抱怨着 就连这个 作为外人的曾祖母 都恨不得当场掐死他 然而面对将来的死 最痛苦的 摸不过福子 福子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会梦见儿子小时候 跟他玩闹时的样子 然而无忧无虑的画面 下一秒就转换成了 儿子生前最后的场景 如此总有一种感觉 儿子在临死前 想要对他说什么 而这个秘密 才是导致儿子死亡的 真正原因 然而很快 这个答案就出现了 继父因为儿子的离世 也决定从学校辞职了 不料在临走前 小美的室友 跑来递给了他一张记忆卡 说是小美特意留给教授 作为保命翻身的底牌 教授并没有在意 回到家后就准备搬走 因为儿子生前告诉了他 杀死小美的凶手就是妈妈 所以教授认为儿子的死就是因为福子 不料此时的福子却认为 儿子的死都是因为教授和小美引起来的 此时的福子如梦初闲 终于知道儿子最后对他说的是什么 去跟着他呀 福子整个人都懵了 原来儿子竟然是为了保护他 才选择的自杀 但小美真不是他杀的呀 于是福子决定又亲自找到杀害小美的真凶 替儿子报仇 杀害小美的到底是谁 为了找出真相 夫妻俩还是走到了一起 强强连教授将小美留给她的那张记忆塔 交给福子 而里面的内容直接震碎了福子的三观 画面一开头 就是福子的父亲韩剑道 正在安装摄像头 而后就上演了发臭发烂的场景 原来福子一直调查的周星集团就是 自己的父亲坐东勾结了自己的二年 联系了政商黑三界巨头做的一个局 将老百姓存的养老金 通过运作就变成了保险基金 之后再通过恶意的做空 瞬间老百姓的救命钱 就全都变成了这些人的私人财产 就在此时突然难堪了 男律师走进了房间 从怀里拿出了一个小铁 黑老大邪恶的一笑 将一个小瓶子打开倒进了酒里 至此所有人的狂欢正式开始 关押人类兽性的牢笼 在小瓶子的作用下彻底被打开 福子简直无法再继续看眼前的画面 因为这就是他所在的家族背后的样子 狠人福子再次决定大意灭亲 而就在此时 关于杀害小美真凶的调查 也终于有了结果 通过破解小美手机的云端 发现小美临死前 手机上传了一张照片和多段语音 而上面的正是男律师 意识到不妙的男律师赶紧就要跑 不料直接被福子带来的警察 带了个症状 至此福子的父亲女婿 以及安首席全部被抓了 然而接下来才是这部剧最精彩的结局 部分韩剧是真感叹 结局会让人知道什么是电视剧 什么是现实 男律师被判杀人罪 有期徒刑二十年 可不料直到此刻 男律师还在不停地喊员 表示她最后根本就没有将小美扔进 狐狸儿法医当初给出的结论就是 小美的头部失血过多 但最终死亡的原因是溺水身亡 法医推断应该是先被敲晕 后被扔进了狐狸 终究男律师还是没有改变审判的结果 然而福祖的父亲和二年 的结果却由原来的五年有期徒刑 减到了两年 并且还要缓刑三年 现实就是现实 被抓的人中只有安首席和男律师维持了原判 原因就是只有他俩没有背景 此时的监狱里 男律师决定必须要为自己上诉 就在此时意外再次发生 老头子突然出手 随着男律师的死亡 所有的真相彻底划伤了终结 黑老大在一旁嚣张地看着 原来这一切的幕后之人 正是福祖的父亲韩剑道 小美死亡当天 看到小美不知死活地 拿出了她的黑料后 韩剑道就动了杀心 登记事宜男律师对小美动手 但晚韩剑道故意将小美的那些不堪的照片 发给自己的外孙江白 本意是想借着外孙之手杀害小美 不料中途福祖出现 最后谁都没有动手 而就在此时男律师出现了 男律师本来是想 拿着小美那些不堪的照片进行威胁 让小美交出黑料 可不料小美前一秒还表现得害怕的都要哭了 下一秒就笑出了声来 原来小美刚刚是故意在套男律师的话 如今的小美得意洋洋的 举起手中的录音 尽情地嘲笑着男律师的自大和愚蠢 说完小美就帅气地转身离开 可殊不知此时被激怒的男律师已经失去了理智 随便找了一根铁棍直接就是一下子 混乱中的男律师拿走了小美的背包和手机后 就逃离了现场 然而不曾想螳螂补偿 黄雀在后 重伤的小美艰难地就想要爬起来 只见一个脚步缓缓地靠近 小美抬起头来看到了确实 沉溅到将小美的头重新按了下去 随着不远处的记者便听到了扑通一声 小美缓缓地沉入了湖中 我本不愿相信这就是结局 但现实往往比想象中的更加残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